老哥蒙好,天王炖蘑菇,我是Z师傅 闲话不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JUQ078 影片开始 女主小桓正在布置晚餐 有香精监鱼,香吃捞饭,香菜凤人鸡,妥妥的爱坤套餐 她原本是打工人,后来跟上司老牛结婚,就辞职回家,做了全职交气 不过,虽然小桓是初婚,但老牛却是二婚 她有个儿子,叫大毛,在城里读大学,倒也不打扰他俩的二人世界 没多会儿,老牛回到家里,夫妻俩便开始共进晚餐 还没扒拉两口,老牛就接到大毛的电话 原来,这小别独自明天会回来休假 这消息让小桓好不紧张,毕竟他还没见过大毛 第二天,就在小桓收拾家务的时候,大毛回到家里 小桓连忙端茶地水,热情招待 谁知大毛却是个闷葫芦,扒杆子也打不出一个屁来 小桓只能抱以尴尬而又不失礼貌地微笑,由他去了 晚上,一家人吃着火锅唱着歌,打着宝格唠着磕 没多会儿,老牛又接到电话 原来,公司要安排他明天出差 老牛只得交代小桓和大毛好好相处 这对一母子互看一眼,大写得尴尬 夜里,大毛到冰箱拿水喝,突然听到老牛房间里有一响 他想,最近好多女飞贼,难道进家里来了 于是便凑过去一探究竟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是勾巴跳 原来,小桓正准备跟老牛啪啪啪 然而,老牛却以明天出差为由,断然拒绝 任凭小桓怎么求欢,这老逼登也是稳如老狗 这情形,看得大毛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只能骂骂咧咧地退出了直播间 第二天早上,大毛起来后,老牛已经出差去了 小桓则准备好了便当,叫大毛一块去爬山 却被大毛断然拒绝 因为那座山承载着他妈的美好回忆 别看小桓胸大,胸怀也不小捏 他并不跟这小屁孩一般见识 反而主动为大毛吃豆腐 炫得大毛那叫一个美滋滋,难得的多云转情了 著名美食家卧侠侧德,怎么说来着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先要抓住他的胃 晚上,洗完澡出来,大毛回到卧室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小桓抱着被褥,敲开了他的房门 原来,他想过来打地铺 为的是听大毛讲老牛的故事 看着小桓笑叶如花,大毛哪还拒绝得了 两人聊着聊着,小桓问起大毛毕业后的打算 大毛坦言,本来是想回家发展 可是又怕打扰他和他爹的造人运动 小桓承认,他是很想要小孩 可是老牛完全不配合 所以,他也不能去抢扭那根老黄瓜 殊不知 大毛压根没听他在说什么 注意力完全被那两个小山包给吸引住了 深夜 小桓已经入睡,大毛却是辗转难眠 看着美人春睡,苏兄半路 大毛心想,好你个狐狸精,勾引了我把鼻 现在又来挑战我的软肋 越想越气,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同学们都不感兴趣的肉搏环节 我们直接跳过 第二天 成功破除的大牛起床时,已经是中午了 小桓像往常一样,正在厨房准备饭菜 大牛立马从后面搂住了他 却被小桓喝止 没想到,他这个动作,却立马触发了大毛的PTSD 尽管小桓一再私密马赛 大毛雀头也不回得润了 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饭也不吃 任凭小桓怎么叫门也不开 小桓只好隔着门板告白 却没有得到大毛的任何反馈 他只好善善地离开 有道是,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楚难多 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 又到时候讲拜拜 这天,小桓接到了老牛的电话 他今晚就会回家 晚上 出差回家的老牛 看到小桓和大毛相敬如宾的样子 也是老桓甚位 只可惜,由于放开政策 大毛的学校复课 所以他明天就要返校了 深夜 大毛正呼呼大睡 突然赶到鬼压床 他定眼一看 竟然是小桓 第二天早上 跟老牛简单地道别后 大毛转身离去 看着大毛的背影 小桓稍作迟出 还是追了出去 两人往李屋瞅了一眼 老牛并未留意这边 于是 这俩赶紧来了个kiss by 在小桓的一母笑中 影片结束 本片的故事虽然简单 却也不乏一波三折 尤为难得的是 对女主的刻画 更是细腻,饱满 在这三幕戏里 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心境 和充分的行为动机 从而呈现出 由被动到妥协 到主动的姿态递进 可以说是有理有据 令人幸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本片的女主 与之前聊过的SIM 032的女主 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 这两部作品的导演 川口老师 因为在绝大多数作品里 我们看到的是一只只 纯粹被欲望所驱动的词兽 而她的作品 却让我们看到 一个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欲的女人 订阅C师傅 开车不迷路